2020的編號意義非常重大 這一件 也是唯一的一件2020 80萬3000 編號2020的飛騎甲克 被瘋狂喊本標下喊價80萬 但他的信仰還不是最鐵的 我只有這一件 需要我拍賣嗎 OK 你才已經標得一件了 對,你已經標了一件了 你還要再標最後一件啊 是一百萬 韓國瑜脫下身上的原位夾克 來自高雄的阿嬤放大絕 標價喊一百萬 當場讓其他韓粉點點 韓國瑜還幫他親自穿上 但他才剛用48萬 標下另一件夾克 花148萬買兩件飛行夾克 堪稱韓粉中的課金晚家 一方面全部為了韓總 因為韓總支持弱勢團體 他做什麼我就跟著他做 狂砸148萬買夾克挺韓 阿嬤的行徑可不能用庶民形容 韓半競標21件夾克 每件至少標到20萬以上 台下出價的不是庶民 而是經濟能力前段班的 瘋狂韓粉 從哪裡來 從美國來的 美國長沙城 鋼鐵H限量夾克的愛心朋友們 與我們韓總合影 韓國瑜號召一千名韓粉 來相會拿粉絲當背景合照 看似人潮爆棚 但從後面一看 實際上的人數不給面子 恐怕還不足千人 旁邊還有一堆沒擺的椅子 不少韓粉早上買到夾克 就先鳥獸散 我們這樣子加總起來 應該已經破一千萬了 謝謝 總計賣出一千零 二十一件夾克千萬款項 要捐給慈善單位 儘管與會人潮不如預期 但也讓外界見識到 鋼鐵韓粉的信仰與口袋深度 這不是書名 而是鍍金的瘋狂粉絲